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养护兰花透气是非常关键的 特别是对于一些新手花园来说 总是难以把握 其实把握好这四面透气 养好兰花就轻松了 那么首先第一个透气 就是养护环境的透气 养护环境一定要保证 这个通透性透气性非常的好 这样可以避免这个病虫害的支撑 但是这个透气不是大风吹息 而是要微微徐风 第二个透气就是盆壁透气 一般可能一些老手 他用的盆壁必须没有透气孔 但是一般新手也把握不好 最好就是用这种有透气孔的盆 像这种蓝盆的话 它就是有个透气孔 这样透气性比较好 有利于盆内的一个干湿循环 如果没有这种盆的话 我们用一些纸沙盆也可以 第三个透气就是质料要透气 养花我们最好就是用一些兰科专用的质料 养科专用质料都是用一些松树皮 珍珠盐或是纸巾石火山石来搭配而成 这样的盆土的透气性 沥水性非常的好 浇水之后的水能够很快的沥出去 不容易积水烂根 而且也有利于根系的生长 因为兰花的根系是很喜欢一个通透性 透气性好的环境 那么第四个透气就是盆底透气 兰花的盆底都是有非常多的一个透气孔的 如果透气性不好 很容易积水烂根 讲要增加盆底的透气性呢 我们还可以在盆底加上一个绿水罩 兰花四面透气把握好了 那么养好兰花就轻松了 当然了 还要结合一些正确的水肥管理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